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 25号在北京共同主持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何立峰表示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中方愿同欧方一道 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巩固传统领域合作 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欧方愿与中方加强经贸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中欧双方围绕宏观经济 贸易与投资 产业链供应链 金融合作等议题 进行了坦诚务实的沟通交流 达成一系列互利共赢的成果和共识 给大家看